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谈谈这位阿哥 笑得很开心 什么事?是不是摇了什么? 摇草吗?不是 大家知道他也好过美 其实就不是 原来他近日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 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大陆100%会统一台湾 而且他说了句话 也令到很多人很生气 尤其是美国人 好像不够中国人聪明 当然 这些 你说聪明是指什么? 是指智商的话 其实我相信 每个国家都是他很聪明的人 但是 如果你说现况的话 我相信一样就是 每个国家都有他的盘算 你说美国是否完全政策错误呢? 其实他们就想着 通过这个台湾地区 来搞中国 拿到一些好处 或者是 令到自己的地位 继续巩固世界第一 长期以来 其实他有一件事都很明确 他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问题 非常认真 这是事实来的 长期以来 中国都很明确表达这个立场 他就说 中国大陆 觉得 台湾是 他们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一部分 这个心是不会变的 事实上是 那么多代的领导人 都是说 这个我不用再说那么多 还有一个傻国家 就叫做 是爱沙尼亚 还说想学 这个挺好笑 我跟大家说过 他不是想学立桃园吗? 想着把 这个办事处改为台湾办事处 现在又好像说不肯了 其实 算你醒目 算你醒目 真的这么按摩 除了配复两个字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大家都看到一个坏的榜样 你还学吗? 那些政客 有时候都会做傻事 或者他们会计算数也不出奇 老塞达就计算数 很大程度上 他自己赢了 整个国家输了 没错 没错 原来 Elon Musk 他就强调 大陆 说要统一台湾 要么就用和平手段 要么就用军事手段 军事手段当然我相信就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LAST CHOICE 统一是100%会发生的 我也相信 但是时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说 这个是他坚信的 他也说 我相信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 是否因为Elon Musk说 我幸远我原籍不是美国的南非 哈哈哈 这个也不是他第一次 发表这种讲话 上个月的时候 当然他发表了这种讲话之后 这样就让吴超市招呼他 有种东西叫价值 又去他的主场那里大发慰论 是呀 不不就搞笑 我们看一段新闻 这么厉害 中央社说的 台湾的所谓官媒 到他的主场 去抗议 每个都可以去的啦 傻子 你在Twitter Elon Musk的 帐户下面 他给你留言 都可以 我以为什么事 很长啊 我以为 你去到美国抗争 这么厉害 原来不是 是在他的推特里留言 一样都是场外会议 场边会议 当然 Elon Musk一向 对于台湾问题 说的 态度我觉得 符合大多数 应该99%中国人的议员 其实上个月他亦对于台湾地区 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比作夏威夷与美国关系 他就见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之后他就提到 美国 是阻碍了任何形式的统一 不过他说 这个都没用 最终都是会统一 这个我都相信 真心说这个我都相信 去年10月 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 也曾经建议大陆 为台湾制定一个合理的特别行政区 这件事 也受到台媒大力批评 这次当他这么说 这个陆媒也大力对他 反驳 而且骂他 说他 你什么都卖 你不要这么说 他就是不卖这个星链给你 你不要说什么都卖 不过不用怕 唐风说 你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自己弄过出来 吹吗 弄什么 缝链 我只怕你说什么 凤梨 上面 弄凤梨的策座 扮凤梨 其实是网络接收器 这也是说笑 国台办之前也多次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中国民众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争取 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港范理解和支持 民进党当局 当然 他们 金当 美方反华势力的棋子 其实这件事是麻烦的 你做棋子 他们还很开心 美国 肯免费给一些军援我们 我们之前也说过 其实有些台湾的学者 你拿了他钱 他叫你做事 你难道不做 当然现在他叫他做事也要做 但是你不要忘记 现在你没有拿他钱 是你给他钱 是帮他买军备 是吗 其实 现在 中国也说美国 以台制华 干涉中国内政的真实面目 越来越被有息之事看破 另外我们看回美国 这位 世界首富 其实他在 什么节目中 说过呢 也有一个叫All-in-Podcast 上面也说过虽然台湾地区 力图推动他们经济和政治的独立 但是他仍然是 中国的部份 当然也引来了台湾外事部门吴超舍的指责 他说他 你实在什么都说钱 有种东西叫价值 你明白吗 我相信他比你明白 Elon Musk也说过 其实我认为我都很了解中国 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很多次 今年好像也去过 没有记错的话 还跟高官见面过 Elon Musk是见过李强 今年 没有记错的话 之后他就将 话题转向台湾地区 他就坚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 被武断感 有些人就认为他们不属于中国 其实这件事是不对的 武断感 是不是指台独分子 他之后也提到统一的政策 就说 是美国 阻碍了任何形式的统一努力 这个也是的 其实 现在他们有玩过那样东西 他们说 中国大陆有干预选举 说真的 如果真的干预到的话 国民党洗叉 对 和国民党洗叉与阿文哲在拉扯 现在还没说得到 现在 当然 国民党现在说得很重 我觉得 最后就算合作也是有 不好的东西 因为国民党就说 如果你不合作 可能 就与你竞争 就是所说的开战 你说 当然国民党对付民进党 可能欠缺一些实力 但是对付阿文哲应该 因为资源他有 可能有些办法 其实最后两败俱伤 最后两败俱伤 而且 因为马英九就想做 这个南白 协商的人士 但是党团就说不行 不行 亦都说 为什么呢 他说不在其位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我这样说他 OK 但是我觉得 是没得搞的 这个乃清德 应该就赢了 而且他找了萧美琴 这个也是聪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聪明的英语 阿拉森的英语就比较赛 OK 其实阿拉森 小弟也听过他说过 因为阿拉森长期可能 蹲起南部 可能说 台湾南语比较少说英语 所以 有些 跟小英比较差 因为小英始终 虽然他的学位 现在还是一个质疑的东西 但是 事实上他也是在外国留学很多年 小英 英语比较好 他比较L多 小英真好 当然说回Elon Musk 其实他曾经也说过很多次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外 Elon Musk也向美国 警告拜登 说将中国 经常说什么对比 都是很大事的 最后也是耗美国的国力 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他们有牌耗 事实上美国是否还是强 是强 但是 现在世界 我们不要说美国是不强 但是世界的差距 是小了 一极化可能就慢慢就少了 当然 他也向美国发出警告 你经常 说中国什么军事 不断扩张 这些东西 其实这样也是没用的 中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实力 其实都不会去到美国 为什么你经常这么说 这个美抹黑 他说得对 其实说真的 中国会不会真的攻到美国 你可以这么说 你搞我的盟友 如果真的动手 那么近 那么近 对面海就是 日本 南韩也那么近 其实如果真的搞了 早就搞了 整天都是你们说的 好像干预台湾大选 关什么事 如果是干预台湾大选 有干预 输了 还有 还有 现在如果真的干预到 南白一早合作 是吧 一早有人出来 是 搞乃清德 现在乃清德不用动 我觉得都会赢得 看你南白在内耗都已经赢了 如果是 真的一声令牙 不要出了 不要出声 之前他们都说 我看到很多皇家都说 这个阿文哲是什么 被这个大陆收买了 因为上次去上海 如果是的话 他一早跟南韩合作 真心说 现在他的势都跌了很多下 说回Elon Musk也说 其实中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实力 当然不会去到那么遥远的美国 当然 他也说 你再这样做 可能会被人超越也不定 看到下面的留言 很多都说他对的 当然也有些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他不可以这么说 当然 你都可以说 踩你主场 在这个X推特里踩你主场 也不要紧 你就踩吧 他挺好笑 他也很少blog人 他自己这么说 罵他也很多 崇尚言论自由 他好像说 自称是绝对的言论自由者 没有记错的话 他自称 其实在九月底的时候 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年 因为有人就问过 马斯克说中国是 拥有台湾 也说 台湾必然会和中国是统一 你有什么回应 他就说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中国民众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当然之后 也有人提问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说过一旦 台海发生战争 台湾 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大陆的 可以放弃的旗子 这个我也知道是 甚至有人说可以牺牲旗子 旗子不是用来牺牲的 真心说 要你的时候就用来玩一下 美国企业 当然也可能会遭殃 即是他指在华的美国企业 Elon Musk 说 台湾是中国部分 是美国阻碍 他们统一 这名 国际知名人物的看法当然 令到 吴超舍和大量的鹿媒 对他口诛不伐 又说他以前台湾做过什么 其实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他是不是也会说的 就算 怎样说也好 其实 个个都是这样 个个都可以说自己的 最搞笑 我看到 有些陆媒说他 他说是美国人的叛徒 美国人的叛徒 但是美国在用他 但美国也叫他用声链去帮乌克兰 最搞笑 他曾经说过 究竟我是不是美国公民呢 是 那我有没有 资格说美国呢 有 如果按照你们 是不是也有资格的 他们经常说 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 那 说真的 你有没有资格 不过他们也是这样 其实他已经是四次 四次发表这个涉台的言论 其实外界也无需要什么额外 这样说他怎样 都无需额外解读 其实他 都很直接地说是统一就肯定 我也觉得是 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且他说百分之一百 其实他是接受一位 知名的人士 亦都来自麻省李高的研究员 兼知名的博主 就要罚李曼说 因为罚李曼说 其实这样行不行 究竟你是否相信 我觉得他是相信 我觉得他是相信 他每一次涉台的言论 现在我看到 陆媒开始就肥了 说你之前在台湾 答应过什么什么 答应 你也答应过很多选民什么什么 原来 看回三百多天里 有人帮他计算过三百多天 说了四次涉台言论 作为世界首富 他始终不为余力 经常 都是跟大家 大家说有些互动 有时候 互降 你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很争议人物 真心说有时候他的言论 接受不了 还有早前他就有一个计划 原来 也说逼那些员工 怎么怎么做 当然他是很有争议 但是在对台的 议题上 我觉得他说话 就比较合理 你说是不是他说什么伸张正义 这些东西 我觉得 又不需要过度解读 这个是他自己的立场 有些人说他当然在大陆赚钱 那当然是什么 说实际上 有很多鹿人 记得之前 很多鹿营人士在大陆赚钱 你不一样回去支持鹿营 所以不关事 如果 有些人是把口 是这样说的 当然Elon Musk很行把口 不过我相信他说的 表面上听上来 不止他是不是发自耐心 但是听上来也是有道理 一个中国 当然之前 有人说 香港失败 什么特别行政区 失不失败 因为现在回归也是有一段日子 但是 拉长一些历史来说 不是很长 当然现在香港 我觉得有些官员 有些议员 说的都是有点过分 但是 之后会有调整 我相信 中央也会看到 中央 看到 中央对香港 相对来说 都是给香港做自己的 相对来说 都是 一国两制都是奉行的 都是给香港人自己搞的 他们经常说 超哥 但是说真的 如果 太过离谱的话 中央也会看到 当然我相信 绝大部份的情况下 中央是不会干预香港 内部事务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下注注视频 我们下注视频 自行的 请不吝点赞